三个强盗 那么,这到底算不算一个恐怖故事呢? 呃,我也弄不清楚了,还是我们一起听一听这个故事吧 从前,有三个很凶的强盗 他们穿着宽宽的黑斗篷,戴着高高的黑帽子 出门都是咄咄闪闪的 第一个强盗有一只喇叭枪 一扣动喇叭枪的扳机 它就会呜啦啦大响不止 简直要吵死人 第二个强盗有一个撒胡椒粉的喷壶 一按手柄上的按钮 喷壶就会喷出辣眼睛的胡椒粉 让对方睁不开眼睛 看不见东西 第三个强盗有一把巨大的红斧头 这把红斧头几乎可以砍断任何东西 晚上天黑了 三个强盗就到路上去找倒霉的人 每个人见了他们都好害怕 勇敢的男人跑了 女人晕倒了 狗也逃了 这三个强盗每一次去拦截马车 都是先把胡椒粉喷到马的眼睛里 再用斧头把马车的轮子砍得粉碎 然后用喇叭枪把乘客赶下车 抢走他们的财物 平时这三个强盗藏身在一个很高的山洞里 他们抢来的东西也全都藏在那里 在一个寒冷的黑夜里 这三个强盗又拦到了一辆马车 可是马车上只有一个叫做芬妮的孤儿 芬妮正要去投靠姑妈 姑妈是个坏心肠的人 所以她很高兴碰到了这三个强盗 车上没有财宝 只有芬妮 所以三个强盗就用暖和的斗篷 把它包起来 带走了 可怜的芬妮被三个强盗带走了 它会怎么样呢 如果请你接着讲完这个故事 故事会怎么发展呢 试着讲给爸爸妈妈听吧 还有哦 记得接着听明天的下集故事 接着听明天的下集啊 请你接着听明天的下集 看明天的下集 优优优独播剧场上